当你知道安倍任命的新内阁中多位女性成员有纳粹倾向后 你如何看待日本右倾的雪上加霜 铁血军情独家观点 张将军呼吁立法禁止纳粹标志出现在中国 9月国家安全部门抓获日本间谍 日本在此时将间谍派入我国腹地是否在为战争做准备 120年前的甲午战争遍及全国的日本间谍组织 致使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120年后的今天 美国军人居然在叫嚣南海就像自家的大后院 面对飞在天上和潜在水中的间谍 我们应该如何让敌人闭上眼睛 今晚铁血军情照中论见 张将军和大家聊聊 日本间谍在陕西被抓 每日侦查中国无底线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铁血军情照中论见 扫描屏幕下面的二维码可以和我们的栏目组求的联系 可以通过微信和我进行交流 好 今天收到一个微信呢 有一个小朋友跟我们栏目组说要问问张爷爷 他从小就老是受人欺负 就问问张爷爷从小是不是也受人欺负 我还真是受人欺负 我个人的经验告诉我 在这个小学或者中学里 往往受人欺负是两类人 一类是你长得太漂亮 或者是说你的学习成绩特别好 还有一类呢 就是特别穷 让人看不起 或者身体特别瘦弱 两类 如果中不留的呢 这个一般情况下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像我小的时候 我是属于那种弱势群体 家里边特别穷 说张老师你这个穷到什么程度 我18岁当兵 当兵之前就没穿过一件大街上买的衣服 全是自己家里边缝制的 你看老粗布缝制的 18岁之前没有吃过一个苹果 连见那个苹果都没见过 结果一当兵到了烟台 全是苹果 所以就穷到这份上 人家看不起我 我这一辈子都是在这种 算是逆境下吧 长长的隧道 老也看不到头 天天在那努力工作 就这么一种状态 所以说呢 这个倒是培养了我一个很好的性格 靠自己的本事去奋斗 所以呢 最近我看到有一个学校啊 有八九个女孩子 把一个小女孩围在一个屋子边乱打一通 拍一个视频 人家给放到网上了 可能是因为这小女孩太漂亮 这个不好啊 我建议小朋友啊 要你强 我向你学习 比你还强 不要欺负小孩 看人家学习好 我向人家学习 对不对 看人家长得漂亮 我要长得比他还漂亮 人美不在于 长得漂亮不漂亮 而在于心里美 对吧 好 今天的微信就是这些 下面我们进入一周军情数 最近这个安倍内阁进行了一次大洗牌 安倍说 现在已经差不多快两年了 啊 这个因为作为自民党执政党 大家都想当个官 过过远 说好多人还没有当过内阁大臣 现在你看看 我们怎么样换 这没有人说要下去 结果他说 你们自己报名吧 刷一下十几个人报名 十八个人的那个 换了十二个人 其中有五个女的 这是一个好现象 大家说不错 上来五个女的 新人新面孔 对不对 这五个人里头有两个 一个是高氏早苗 一个是稻田鹏美 那么这两个人呢 上来以后 大家对他们不是太认识 就知道这两个人呢 是幼 他们比安倍还有 因为他们两个经常去参拜 经过神社 经常发表右翼的言论 那么但是呢 大家不知道的呢 最近网上给他们捅出来了 就是这两个人 他们都曾经跟一个 宣扬纳粹的一个人 一个右翼分子 山田一城 他是一个纳粹组织的一个头目 他经常宣传一些纳粹的一些理念 而且不仅是反华 还反美 更重要的是反犹太人 这么一个人 所以说 日本这个社会当中啊 现在这个右翼的组织 已经达到九百多个 右翼分子达到十几万人 所以说声势越来越壮大 那么现在呢 就是这两个内阁成员 和这样一个宣传纳粹 极右翼的分子 他中间是个什么关系 现在大家就是感兴趣了 你要解释啊 这两个人说没有关系 他就跟我照个相 就是照个相这么简单吗 所以这个事情要深究 现在呢 日本所有的网站 内阁要求都要删除 删除好多人都已经记录下来了 对不对 所以说啊 这个右翼的内阁 究竟和纳粹是个什么关系 以后要进行深入的调查 所以这个在日本啊 现在这个右翼政权 已经引起大家的高度的警惕 9月6号呢 有一个泰山登山的节 在这个泰山登山节上呢 有一个小伙子啊 三十来岁的一个小伙子 穿着一个大日本帝国 还有个旭日旗 旭日旗是日本的一军旗 前后都有这样的一个招牌 然后在这个泰山招摇过世啊 在那个地方 等于一个活体的人体广告 结果呢 被一帮群众给拦下来 说你啥意思啊 你为什么穿这个 最后双方就产生了口角 有一些的群众就把他摁倒了 给他把衣服扒下来了 扒下来 这个时候引来了警察 警察就把这小伙子带走了 就这么一事 这个事情啊 我就说啊 这个小伙子 这个小伙子 他自己振振有刺 说我从小就这样 我在日本长大 啊 但是在中国不行 想想看 打着日本旗 啊 写着大日本帝国 那对中华人民是一种侮辱 那是我们耻辱啊 日本的铁蹄 曾经遍及中华大地 所以对中国人呢 你这是蹂躏 糟蹋 对不对啊 卖骂中国 你这样的标志是错误的 跟最近在上海 达北区一个幼儿园 出现了一个事情 这个幼儿园是一个 外国语的一个幼儿园 在毕业典礼上 有家长爆出来了 毕业典礼上 结果出现了一个 军舰进行曲 军舰进行曲是 就日本帝国 当时日本海军的一个 非常著名的一个曲子 想想看 在我们国家 啊 有这样的军舰进行曲 还有这样的旭日旗 还有这样大日本帝国 这我们整天 其实现在这个什么时间 对不对 为什么出这么多事情 啊 九一八之前 九月三号 抗日战争胜利 与反法斯战争胜利 六十九周年 就这个当时里边 出这些事 所以让我们不得不思考 我们这些年 国防教育 啊 我们爱国主义教育 进行的太少了 啊 我呼吁啊 我们相关要进行立法呀 啊 在中国 严禁什么纳粹标志 严禁这种日本 旧日本帝国的这种标志 那么出现在任何地方 啊 不能够 为旧日本帝国 账目 韩国这个国家 我去过啊 韩国的爱国主义 上午精神 特别重要 但是呢 就是这个反间谍 全民反间谍 到处都公布了反间谍的通报的 这样的一种电话号码 如果你发现间谍以后就打这个电话 或者发个短信 跟这个韩国的警察署取得联系 这个每年据说光接到这种间谍的这种怀疑的这种报告 啊 就打几万个 从2005年开始 这个韩国还通过了一个国家的法律 就是说对那些亲日的反民族的这样的人啊 要进行历史的清理 而且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固定下来 国家还专门成立了调查委员会 所以这个你到韩国人你看吧 韩国人没有人开日本车 有时候我问他 我说是不是你们有啥规定 他没啥规定 我们受日本的这个这个这个侵略 殖民时间太长了 所以说呢 我就感觉呀 我们现在倒不一定像韩国那样的 但是对这种间谍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好的 一周进行说明就是这些 下面我们进入赵中说军事 今天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间谍呀 非法测量啊 这些事 因为最近呢 我们抓了一个日本人 在那个地方进行非法测量 什么叫非法测量 对不对 他测量这玩意干啥 不是有卫星吗 有侦察机吗 他为什么要进行测量 今天我们如何看待 日本人到中国来 进行这样的非法测量 以及美国到中国的海上和空中 进行这样的抵近侦察和海上的测量 他们究竟对我们中国的安全 构成哪些威胁呢 好的 精彩继续 日前陕西国家安全部门抓获一名日籍嫌疑人 此人携带测量设备 从甘肃 庆阳出发 沿秦岭一路向东展开测量 在此期间 为掩人耳目 这名日本人还雇用了当地的车辆和司机 装扮成游山玩水的游客 最终因为闯入陕西宝鸡市某药地被抓获 陕西省测绘局最近透露 这名日本人测绘的目标是负责战斗机研发的西飞集团 以及二炮的军事基地 根据以往的公开报道 外国人对我国的非法测绘屡见不鲜 早在2007年3月 向马秀广等人 在新疆爱比湖区域开展生态环境演变考察活动 未经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使用手持GPS接收机 在该区域非法采集地理坐标信息 并将其标注在携带的外文版我国区域地形图上 同样是2007年3月 日本公民佐藤郑光水上河泽 未经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以考古研究名义 擅自实施测绘活动 所采集的部分地理空间信息数据点 涉及重要军事设施和交通枢纽 2010年2月 新疆塔城地区测绘局 发现某日本公民以旅游环境考察为名 手持测量型GPS接收机 采集我国境内地理信息坐标598个 其中588个位于新疆 涉及塔城军事管理区有85个 最终这些从事非法测绘的外国人 都被我国依法没收测绘工具罚款 情节严重的予以驱逐出境 自古以来 地理信息就被各国使为国之重器 不可轻易使人 绘制敌方地图是准备战争的必修客 奉送己方地图则是割让城池的见面礼 清朝末期 日本曾派遣大批人员到中国进行地理测绘 彼时国人并没有在意 直至抗战爆发时 日本间谍依然在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日军使用的作战地图仍然比我们自己的精确数倍以上 山川河流 道路矿山 甚至一树一乌 皆清清楚楚 明确标注 以至于我们会把缴获的日军地图作为重要战利品 日军能够在1937年到1945年的8年时间内 在中国长期作战 并利用中国的资源以战养战 与准确掌握中国的地理信息有着莫大的关系 由此可知 针对他国的地理测绘 绝非个人兴趣 更与友好无关 然而 现在的卫星技术已经夸张到了 从几十万米的高空能够清楚地拍到路人报纸上的标题 为什么各个国家还要想尽一切办法派遣间谍进行实地测量呢 日本间谍不停地伸入我国腹地进行测绘 是在复制120年前的间谍行动 为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吗 你看这个日本啊 他为什么对中国的西部地区 新疆啊 西藏啊 甘肃啊 青海啊 宁夏啊 基本上这一块 他测量比较多 别的地方他也测量 我想的话呢 就是他的军事目的非常的重要 因为那一带的话呢 他重点测量中国的航天 洲际弹道导弹 核武器 主要是这些 那他测量这个东西干什么 这是大家比较困惑的 现在不是有卫星了吗 这个卫星啥都能干 那么现在间谍卫星分几种呢 一种叫做多功能合成孔径雷达 或者叫SAR雷达 SAR 那么它是用这种多功能合成孔径雷达 那么对地下进行这样的成像 白天可以通过日光型的照相机 然后对这个目标进行照相 比方说白天要通过这个地区啪啪啪照相 照相完相之后把它压缩 压缩以后打包 然后就发回来了 那么发回来的照片 它只能是对这座山 对这个地方的可疑的 比方说一个导弹发射阵地 它能够照显你这个外形来 但是这个东西在什么地方啊 经纬度是多少啊 有一个山 但是从顶上拍到这个山 这个山高多少啊 都不知道 所以这些个数据它是拍不下来的 到晚上 晚上可以使用红外 可以使用多功能恒生空间雷达 它能够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不分白天还是黑夜 也不管这个天气好坏 什么有雾啊 什么有什么的 这些都没什么问题 就是红外的或者是这种 多功能恒生空间雷达都可以成像 而且特别有意思的 就是红外的摇杆的多功能恒生空间雷达 它能够对地下的目标进行 成像 地下 比方说挖了一条地道啊 地下有什么 这种地下的指挥所 地下几米十几米 这个基本上都能够成像 这是这是空中的地形 但它有个什么问题呢 它就是说因为卫星离着太高了 它没有办法确切的 测量 你这个地方究竟是 GPS是多少 位置是在哪 没有这个位置信息 没有高度信息 没有相对的这种 经过差分之后的这种准确的 这种地理信息 你将来导弹 它就打不准 实际测量是解决一个 了解 这个地方 它的具体的经纬度 经纬度 比方说最后10公分 或者20公分 这么精度 那么 这个精度它有什么用 比方说把这样一个 GPS的精确的位置 将来输入到导弹上 那边 一按按钮 导弹发射之后 你不管是飞多远 1000公里 2000公里 1万公里 GPS直接把它引导到 这个误差不超过10公分的 这个GPS这个点上来 那么现在日本在测这个东西 我不管它有什么样的理由 肯定会用到军事上 用到军事上 就是有可能 把它以后生成数字地图 有可能用来景象相关 所以说呢 我们将来呀 号召我们人民群众 这个大家起来以后检举 感觉怀疑谁检举 看到以后就告诉这个 安全部门呢 告诉警察呀 去进行追查 所以大家呢 以后要提高警惕 尤其是这个军事进去 这次导弹阵地呀 港口啊 码头啊 这个G20的试验场啊 有人爬树 就开始照了 那是不是间谍呀 所以这些个要注意啊 发现了之后 要进行举报 好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小片 好的 那刚才这个小片的话呢 是讲了变形金刚2 那么现在我们 大家已经看变形金刚4了 你看人这个系列 变形金刚一直下来 那么变形金刚2里头呢 刚才讲的是一个什么镜头呢 是美国海军 周斯顿上面已经装了电磁炮了 这个电磁炮最后 打这个霸天虎 霸天虎跑到金字塔上去了 瞄准 金字塔有多高啊 它的方位是多少啊 所以说这个电磁炮要瞄准之后 然后对爬到金字塔顶上去的霸天虎 砰砰两炮 给它打死了 打死了 所以说呢 通过这个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啊 这个方位啊 这个侧高啊 它是多么的重要 变形金刚2中的情节 堪称致命遗击 那么长久以来 日本最擅长的工作 是致命遗击前的打铁和铸舰 正是依靠长时间大范围对情报的搜集 才能使得在战时军队的枪口 有了对准的方向 而日本对于我国的间谍活动 绝不仅限于和平时期 也不仅限于现代 早在120年前的1894年 日本就凭借间谍的超长发挥 和清政府在反间谍活动上的空白 成功地将清政府不可一世的北洋水师 一举全歼 迟至今日 甲午战败与918事变 七七事变一样 被国人视为心中无法消除的耻辱 提起它 有人会痛批清政府的无能 但是更多人不知道的是 将曾经不可一世的北洋水师送上灭亡的 其实正是来自日本间谍详细全面的情报 甲午海战还未开始 日本谍报机构就已经预言了战役的结局 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前 对中国的情报做了大量的情报 做了大量的情报工作 比方说我们都知道 有个美国有个大明星叫贺本 贺本他爷爷 这个是个博士 是个医学博士 到日本呢 原来就开始做生意 做生意呢 最后他编了一本词典 叫做和英大词典 和英大词典 和就是大和民族嘛 就是等于日英词典了 编词典的这个时候呢 他就想找一个日本人来帮忙 当助手 最后就找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岸田隐乡 岸田隐乡三十多岁的时候 就给贺本他爷爷在那个地方当助手 就说小伙子你这个表现也不错 说我这个给你点什么感谢呢 说我自己发明了一种眼药水 特别好 我把这个眼药水配方 等于知识产权就给他了 结果呢 岸田隐乡就拿这个眼药水 回上海来 在上海英租界 就开了一个这种 卖惊奇水眼药水的这样一个药店 开了这样一个药店 这个药店的名字叫乐善糖 岸田隐乡呢 又开这个乐善糖 又卖眼药水 又卖药 又搞出版 又搞发行 最后就赚了很多钱 赚了很多钱以后呢 他就想 哎呦我赚这么多钱 我怎么报我呀 最后他就开始收集 日本人到中国来的一些日本浪人 就是这些人 也没什么固定工作 他说那到我这来吧 管吃管喝 还管出路 结果这里的浪人里头 混迹了好多的烂七八糟的人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间谍 这个时候呢 从日本又来了一个人 叫荒伟经 当时26岁 就到这来 到这来的以后 这是日本特派来的一个间谍 这个间谍呢 来了之后 岸田影乡就给他资助 让他在汉口 湖北的汉口 武汉那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开了一个乐善堂的分店 然后好多好多间谍 在那又招募了好多的间谍 就是荒伟经这个人呢 就是说制定了一个计划 就是中国400个县级市地级市或者镇 然后对400个这样的重点地方 要进行重点的这个测量啊 调查呀 为以后的日本进攻中国做好准备 讲到这个岸田影乡呢 我这有一本书啊 就是讲了这个日本的间谍全传啊 黄伟经呢 这个和这个岸田影乡呢 有一段对话啊 他是说这样说的 我想借阁下之变 在中国好好做一番事业 我的初步想法呢 是调查中国的腹地 可是上海太远了 不知道阁下能否援以援手啊 这是黄伟经跟这个岸田影乡说的 岸田影乡说啥呢 足下如意调查中国大陆 最后化妆成商人 较为方便 本人可驻一臂之力 另设乐善堂分店 从上海沿江而上 就能到汉口 那里交通便利 可植入四川云南贵州等内陆省份 他们也是日本势力未到之处 足下若将分店设在汉口呢 必会对大日本皇军多多辟意 英国凯特王妃再怀孕 国彩公司开赌局猜名字 美国研究脑控无人机 操控飞机只需想一想 美军计划采购100架下一代战略轰炸机 下一代战略轰炸机到底有多神 安倍开启空中飞人模式 两年访问49国 创日本首相初访新高 铁血军情特邀国际问题专家叶海林 军事评论员宋忠平 为您深度解析 日本调查特别细 他调查一个村的时候 比方说这个村在什么地方 这个村的地理位置地形 山地丛林河流 对不对 这个村里边有几口井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井 我当兵那个时候我们搞拉链 拉链的时候前面派一支小分队 这个小分队先进入到一个村 进入这个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占领水井 从发现这个水井一直站岗 在这个部队驻扎期间一直在水井旁边站岗 一直到部队撤离之后 最后这个岗才撤 大家说这个水井有什么喝水啊 如果谁往水里边投毒 我这部队不就完了吗 所以说日本他在调查一个村的时候 水井特别重要 几口水井 这个村里边几口水井决定了 这个村可以容纳多少人的饮水 然后有多少头猪 有多少吃鸡 日本人喜欢吃鸡啊 到哪儿去抓鸡 这些个都决定了 他将来日本要占领这个村的时候 他的可持续能力 他的后勤保障能力 主要产什么粮食 小麦还是玉米 所以说日本的情报非常非常细 在对中国地理信息的探测测绘方面 日本绝对不是孤军奋战 除了日本之外 还有一直寄予我南海权益的菲律宾 在日非之后 当然少不了他们的幕后老大 美国的怂恿 甚至亲力亲为的侦察行动 自从2001年4月1日 美国EP3侦察机擅自闯入我国领空 并与我前往拦截的歼8-2战斗机 发生撞击事件以来 美国对我南海的侦察活动 就引发了国人的高度关注 8月 一架美国P8A反潜巡逻机 遭到中方战机拦截 美方报道的拦截地点 距离中国领空有200公里 一些专家认为 很可能是P8A严重干扰 中方潜艇的水下航行 中方战斗机才做出如此强硬的举动 此次战机对峙事件 引发网友评论称 美国海军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时代 一去不复返了 然而P8A侦察事件远不是美军侦察活动的最后一刻 9月14日 正在新加坡张仪海军基地 进行修整和补给的美国海军 俄亥俄级巡航导弹核潜艇 密歇根号 目前正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 进行为期四个月的部署 而密歇根号指挥官 本杰明皮尔森 8月对一组前来参观的记者说 自2013年12月以来 密歇根号就被部署到亚太地区 实施监控训练 以及其他秘密使命 我们在东中国海 南中国海 以及菲律宾海执行的任务 这些区域就像我们的大后院 除了新加坡 我们还访问了澳大利亚 日本 韩国 以及菲律宾 这些都表明了我们的使命 和行程极其广泛 大后院的说法 一经披露 引发轩然大波 侦察机潜艇轮番上阵 不仅没有占到便宜 美军还差点啃了一嘴泥 即使遭到中国的强硬反击 嘴上还是不肯吃亏的美国海军 铁了心要在南海江水搅温 他们是来声援日飞的 还是确实有战略利益可图 在他们口中的大后院里 游异的美国舰艇 究竟能侦察到什么呢 为什么美国非要到中国来进行 这样的底鉴侦察 就这个问题呢 中国和美国进行了这样的 一些高层的交往 交往之后 美国说我以后还得到这来侦察 对不对 美国这个安全助理 总统安全助理到中国来赖斯 就是这个事还是 没有说以后就不来 还是要来珍场 为什么非要来珍场 我们看看地上的那个山地丛林 看看地上的喜马拉雅山 就知道喜马拉雅山多少年 之前那是地下的一个山峰 那都是一座一座山 那在水底下你看海平面都是平的 其实下边全是一座一座陡峭的山峰 你这个东西不了解清楚怎么行啊 哪座山峰啊 多高啊 距离水面多深呢 你了解不清楚 崩加撞上了 美国有一座核潜顶 洛杉矶级核潜顶 再回夏威夷的路上 崩加一脑袋撞到山峰上了 把前面全撞笔了 上来之后就开始 这个潜艇的艇长就开始面临 军事法庭的审判啊 这个艇长就把那个地图拿出来了 海图拿出来了 说你们提供我的海图 没有告诉我这个地方有山啊 对不对 我高速航行的时候撞上来 这是你们告诉我海图没有啊 海图没有 这是测量部门的事啊 你光路上测量不行 海上也得测量啊 这海上都是航道啊 也得测量 那么他的EP3C电子侦察机 电子侦察机 我距离你海岸600公里 这个600公里的范围当中 在我侦察机经过的这段时间 你谁打电话了 你说什么了 你用是连通的 还是移动的打电话了 全都给你记录下来 哪个基站 什么信号 哪个雷达 现在正在开机 正在开机的这个雷达 它的GPS位置是什么 那么它的 现在的工作频率是多少 那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呢 好 知道了你这个雷达的GPS位置 知道了你这个雷达 正在工作的这个频率 知道了 知道了以后将来把它输到 反辐射导弹去 将来美国的飞机来了 要想把你这个雷达给你打掉以后 那么导弹过来之后 直接一开机 开机之后 你这个雷达 因为你工作在 它已知的这个频率范围之内 这个导弹 专门顺着这个频率 就把这个雷达打掉了 你说这些东西的话 有多危险 是低进侦察 这是对中国军事安全的 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所以说现在我们一个方面 对于这个日本呢 或者是外国呀 对我们进行这个路上的实地测量 要进行警惕 在海上的渔民啊 我们在工作期间也要注意 一些个间谍船啊 它伪装成一些渔船 伪装成一些海洋调查船 它也会开展一些 这种军事的侦察监视活动 所以这些要提高警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